在纪录片《谁来进工厂》中,一个19岁男孩提到自己的理想工作是,早八晚五,周末双休,每月工资在一万左右。 但这对于没有任何技能的他来说,难如登天。 每天6点50分开会,7点就已经正式入港了,每天都要加班。 即便这样高强度工作,一个月也只能拿到3000多元。 越是辛苦的钱,越是难挣。 工作的本质是价值交换的过程。 只有当你变强了,才有选择环境的权利,赚钱才会相对容易。 而那些在最好的年纪里,不读书或是没有一技之长傍身的人,只能面对残酷的人间真实。 你每靠自己跨过一个价值的台阶,赚钱就会轻松一些。 当你把认知和能力提升到极致,就不是你去赚钱,而是钱来找你。 加油!